本视频由YTWYTW拍摄 由Steven Young旁说与剪切 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三星Galaxy Mega 6.3 GTI9205 这台机器可以说是三星向大尺寸 比Galaxy Note更大的尺寸进军 尝试一下新的领域 当然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外表 依旧是塑料 而且指纹如果是有油的话 还是依旧是非常的清晰可见的 而机身整个的风格 依旧我们可以看到是跟Galaxy S4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机身构造 可以说跟Galaxy S4基本类似 右侧是电源键 然后我们看到下面底部 其实是个Micro USB的接口 还有就是麦克风 接着左侧就是音量上下增强减弱的键 顶部是第二个麦克风 还有这个标准的耳机接口 那6.3寸的手机到底有多大呢 其实可以跟这个左边的Galaxy S4 与右边的这个Kindle进行一下对比 大家其实心里有个数了 可以说这个厚度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的厚 那6.3寸在实际使用上 到底有多大多恐怖呢 我们这个进行单手使用 可以说可以握得住 比如说类似这个iPad mini一样 你可以单手拿住进行观看 看网页看视频看什么都可以 但是当你将这个手指 想要尝试进行屏幕点击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来了 可以说除非是巨人的手 可能可以 但是一般人还别想了 那在这个Mega 6.3寸的屏幕上呢 我们看到只有720P的分辨率 像素密度只有230多PPI 可以说不高 甚至可能稍微有点低 按照现在这个流行的高端机的标准 但是我们可以依旧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图片 可以说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当然了这个前提就是 你不是仔细的进行对比和查看 可以说如果你对这个屏幕的细腻度 并不是要求那么高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的哦 那Mega整体的这个内置软件 UI啊等等的 可以说跟Galaxy S4是一致的 如果大家有上手 或者是有看过这个 关于Galaxy S4视频的话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那我相信很多人买这个6.3寸的 可能是看视频会多一点 那这里呢 补充一下这个Wi-Fi的标准呢 也是这个Wireless AC比较高的这个网速 我相信在这个内网进行流媒体 应该是不错的个体验 三星呢给这个Mega 6.3呢 搭载了3200毫安时电池 按照这个尺寸来说并不是特别大 但考虑到这个720P的分辨率 还有高通Snapdragon 400双核 1.7GHz的这个SoC来说呢 基本上呢 应该还算是够用的 那么请问6.3寸到底是否有市场呢 1.7GHz的这种